医院的走廊里,一身僧袍的和尚温柔地抱着一个婴儿, 他就是在六年时间里帮助200多个女人生下孩子的花和尚道路。 道路本名吴冰,1975年出生于江苏南通, 在出家之前是一个有家庭、有事业的男人, 有房有车做外貌生意, 在00年之前就能年入几十万,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了。 他的家庭生活也算美满,但是因为与妻子是近亲结婚, 所以一直不敢要孩子。 后来得知妻子怀孕之后,怕孩子有什么王位, 吴冰一直惶惶不可终日,还去山上的庙里许了愿。 如果妻子能够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那么自己就会在50岁时出家还愿。 后来妻子还真的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但夫妻两人的感情却走上了目路。 两人在2007年离了婚, 从此吴冰也看透了红尘琐事, 认为世间的一切就如金刚经历的一句话, 一切有违法,如梦犯泡影。 最终吴冰在安顿好女儿的事情之后, 在寺里落了发,出了家。 从此商人吴冰成为了和尚道路, 那年他才35岁。 最初当和尚的那两年, 道路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实和快乐, 可后来他发现寺里供奉的超度牌位里, 大多都是被堕掉的胎儿。 道路心中不忍, 再加上佛家也主张慈悲为怀, 所以他常常规劝相克, 放弃堕胎的想法。 也是在与他们的交流当中, 知道了大多数人选择堕胎都是迫不得已。 他们或是未成年的女孩受到了欺骗, 或是怀孕后与恋人分手, 在社会和家人的压力之下, 无力抚养才被迫选择堕胎。 出于对这些幼小生命的怜悯, 2012年道路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并做出了承诺, 但凡想要堕胎的来找我, 我来救助。 而他也真正做到了, 只要是来找他的女人, 无论以何种理由怀孕, 道路都会实与援手。 从入院到产检到坐月子, 道路事无巨细地照顾着这些人, 在此期间, 他不收取任何一分费用。 由于大多数女孩子来这里商产都是隐瞒家人来的, 所以孩子的出生证明那一览, 只能填上道路的名字, 道路对此也毫无意义。 只要孩子平安出生了, 对他来说, 这是最好的结果, 最大的福报。 大多数孩子出生后, 母亲多是舍不得会将他们带走抚养, 可还是有些人迫于现实情况, 或因各种原因, 选择将孩子丢给道路, 道路此时就会和孩子母亲签下一份玄玄委托书。 道路会将孩子抚养到18岁, 也不会收取任何的费用, 但到了18岁之时, 母亲必须回来和孩子相认, 期间若是母亲想要领走孩子, 道路也不会有任何的阻拦, 来找他的人, 他会帮忙保守秘密, 不会向任何一个人透露他们的信息, 待两期间也绝对不会主动联系孩子的母亲。 一次一名40来岁的孕妇找到道路, 她已经怀孕6个月, 但却不是丈夫的, 因为结婚多年, 早就和丈夫没了感情, 才忍不住有了婚外情, 没想到却意外怀孕了, 如今自己并不想剁掉这个孩子, 又不想被丈夫发现, 只能来求助道路。 和道路一起参与救助的人, 都不但愿意帮助这样一个婚外情的女人, 但道路却执意要救, 她只有一个想法, 孩子是无辜的, 让孩子活下来。 最终道路大骂了这个女人一顿, 却还是将她的孩子, 接到了自己的羽翼之下, 后来女人的出轨对象找到了道路, 接走了孩子, 而女人也回到了自己的生活。 道路救助妻音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 也有人说她的做法是在纵容妻音, 她所在的寺庙迫于压力, 将她逐出了寺庙, 但道路并没有理会外界的质疑, 她找到破败的万善次选择自立蒙古, 依旧坚持着自己的道义, 从此出嫁的清修陷入到了伦理和道德的纠葛当中, 但也有人被道路的善年所感动, 也为女香客主动帮她建立了一个微信公众号, 专门处理女性的求助信息。 从此更多孕妇招商门来, 半年之间就有70多名, 这也让道路愈发认识到了 这个隐秘群体的庞大和脆弱。 这天道路来到机场, 接到了一名18岁的孕妇, 小雨。 怀孕时小雨还在上高三, 面对日益变大的肚子, 她只能悄悄用校服掩盖。 她不是没有想过堕胎, 但人流手术需要家长签字, 她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 只能抱着事实的态度求助道路。 道路想要救助, 能够救助的就是这样一批, 在堕胎与不堕胎之间挣扎的孕妇。 她劝着小雨生下孩子, 让她不要担心, 一切她来负责。 她掉在河里面, 她手伸出来了, 那我就拉你, 你要手不伸出来, 你躲在底下, 我怎么知道河里有人呢? 多年间, 道路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挽救每一个小生命。 曾有怀孕的年轻女孩, 想要道路可以去家里和自己的父母, 解释她可以抚养孩子的事。 可就在道路做好了准备, 出发时, 却被那个女孩拉黑了。 显然, 那个女孩最终还是选择了堕胎, 这也成为了道路的心结, 每每想到, 便夜不能寐。 当然, 救助七英这件事情, 不是她一个人能够完成的。 并且这栋二层高的小楼, 原来是道路给女儿准备的, 现在却被用来当做孩子们的家。 道路在六年的时间里, 救助了两百多个孩子, 虽然大多数都被自己的父母领了回去, 但还是有三十多个孩子由道路带养。 和许多医鸭学语的孩子一样, 这里的婴儿学会的第一句话也是爸爸妈妈, 但他们口中的爸爸是道路, 妈妈是照顾他们的义工。 孩子多了, 义工也照顾不过来, 道路就发动了身边的居士和自己的父母帮助带孩子。 其中道路的父母这几年帮助道路, 抚养了不下十个孩子。 人都是有感情的动物, 相处久了, 并愈发舍不得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他们带养的第一个孩子叫做萱萱, 孩子五岁时被自己的母亲接走。 当时萱萱在门外喊着奶奶, 道路母亲就躲在房间里痛哭, 后来实在忍不住思念之情, 道路母亲还买了机票, 偷偷看了那孩子一眼, 回来的时候红着眼眶说, 萱萱瘦了。 去年孩子的亲生母亲又将萱萱送了回来, 说自己没有能力抚养。 道路将萱萱送回到了母亲那里, 可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的感情又受到了怎样的思扯和琢磨呢? 而和萱萱一样被多次抛击的孩子, 却从来不是个例。 可让道路最为操心的, 还是小屋里面孩子的上学问题, 因为都是非婚生育, 无法办理户口, 自然就没有办法正常上学, 取得学籍。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那孩子只能被送到佛学院。 有些荒凉的庙宇和那座不大的二层小楼, 就像是一个收容站, 而道路就像是一个拾荒者, 那些被抛弃的生命不断地被他减食回去, 有了呼吸的权利, 有了活下去的家。 庙前道路竖起了一座佛像, 那是地造王菩萨, 这位菩萨曾发下宏愿, 地狱不空, 世不为佛, 这又何尝不是在说道路自己呢?